来看到豆腐乳咸酥浓郁又撒饭 常常都被用来当配菜食用 但是日前在彰化游民六旬的妇人 却是传出吃豆腐乳吃到神智昏沉 身体无力 根据老子也真名妇人 喜欢餐餐都吃吐司或者是白粥配豆腐乳 这导致了营养不均衡 缺乏维生素B1 引发脑部病变 这也可能造成末梢神经炎 影响肠胃导致食欲丧失 一时立刻施打了高剂量的 维生素B1针剂注射 同时补充盐份 很快就让妇人恢复正常 但是部分的脑细胞受损 已经没有办法恢复 所以医生建议民众 饮食还是要多多的摄取五蔬果 避免营养不均衡 造成身体出现异状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我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2300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